就像我之前就遇到一個男生 他其實清醒的時候非常好 就是一個 所謂的清醒是什麼 就是不喝酒的時候 對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女生 其實很多人講說 你交男朋友你要先跟他喝酒什麼 可是重點是你酒量夠好 你要可以到他喝醉 我酒量沒那麼好 所以我每次跟他出去喝酒 我都覺得他很nice 然後還可以照顧 你暈倒之前他都很nice 對 但是我暈倒之後他不nice 我也看不見了 因為就是睡著 我一回家打開那個門 一刹那我看到一個男生 凶神惡煞 感覺好像我殺他 我是他的殺父母仇人的感覺 他這樣笨著我 然後手上拿著那個甩棍 甩棍 很像那個手給他這樣 防身的變短 憲兵都有的 然後他就說 他就用很陰沉的聲音說 你剛去哪兒 我就說我剛去上班啊 然後他就 再說一次 沒有 然後我就說我剛去上班 我剛下班 然後他就說 就這樣嗎 那你們剛下班的時候在幹嘛 我說沒幹嘛 就是下了班 就直接回來了 然後他就打開手機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是怎麼樣 那是雙鞋棍不是甩棍 沒有啦 不一樣啦 你搞什麼啦 他這個時候還沒 他這個時候還沒 沒有沒有 他就拿他的手機 然後就說這是怎樣 結果是怎樣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收工的照片 就只是那個合照 合照 然後就是在旁邊合照 但是可能有搭個肩膀 可是那個就是那種 根本沒有怎麼樣 對 那為什麼他還不爽 平常不會 因為他 我工作比較少 他前面就跟朋友喝酒了 喔 喝了酒回來 他回來之後看到就不爽了 然後就一直跟我說 你給我下跪 蛤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什麼也沒做 我為什麼要下跪啊 然後我就 一開始我很強硬 我說我又沒怎樣 我幹嘛跪 他說你要跟我發誓說 你以後不會再這樣 我說 發誓什麼 怎樣啊 就是不能再讓男生搭肩膀 拍照 可是我就 我就沒有怎樣啊 對 然後 他就直接 來 甩棍來了 這時候 他這樣 啪 站起來把那個 那個玻璃桌整個打碎 天啊 這樣 然後玻璃桌整個這樣試散 然後那個玻璃就噴到我的腳上 然後我就嚇到了 我立刻道歉 因為我是 我真的不能去人生 我說 請問 你是不是 保命要緊啊 我直接關台不掉了 保命要緊 我給你 我這樣那個保全都上來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跟他道歉 我就直接嚇滾 嚇滾 嚇滾然後道歉 然後說好 對不起 我又不敢了 然後我就跟安撫他 我就安撫他 然後哄他進房間 就你一跪他應該更 沒有 我一跪他其實對這種 這時候不能來硬的 對 不能來硬的 你就要軟 然後 因為我個子又比較嬌小 他180幾公分 所以他看到他可能也心生裡面 就對不起 然後就趕快把他哄進房間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 堆在地上撿玻璃這樣 很可憐 像小媳婦 他想說好 我要去洗澡了 因為我隔天還要工作 脫完衣服之後 欸 他突然把廁所門打開了 然後說 對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上次你爸說 笑我沒有當兵 你現在打電話叫 你爸跟我道歉 蛤 對 他會記者你知道嗎 突然就翻舊帳了 他精心天蠍 他在找理由 要跟你吵架 對 那時候已經11點 都12點 我說我爸已經睡了 他說 我說可以明天嗎 他說就是要現在 我說那我代替我爸 跟你道歉可以嗎 他說 不行 就是現在 然後我就突然又忘記 剛剛那個 因為你知道我記性很差 我就說 他就睡著 你到底要怎樣 結果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完蛋 不能來硬的 不能來硬的 對 他直接把我從那個 他說 你吸什麼澡 然後直接把我這樣扯出來 我裸體他把我扯出來 然後把那個 廁所那個玻璃門在這樣 砰 又破 用手啊 門 他把玻璃門 甩過已經沒有 他把門甩爆 然後玻璃就這樣砰 然後我第一反應是遮住我的臉 因為我隔天要工作 其實其他地方有沒有弄到 其他地方 哪裡 哪裡 白鑲筆 他是全摸了 插在胸部的 天啊 沒有 太可怕了 對 就是噴到我身上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嚇到了 然後因為那個 太 可能那個撞擊力太大 所以我們的腳就都踩到流血 哎唷 對 然後 然後我就 趕快 好 我就決定說我安撫他 我把他烘睡 再吹滾一下 我再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把他烘睡之後 我就偷偷半夜潛逃 也是跟你一樣 那因為好險 我那時候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還有租另外一個房子 所以我自己還是有一個家 隔天早上他睡醒之後 哎 莊梅這件事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他是實意嗎 對 求和 還打給我媽 跟我媽講說 他真的很愛我 然後怎樣怎樣 那因為 就是講到然後哭啊 然後還到我家樓下 按電鈴這樣子 所以你還有遇到過 要自殺來求復合的 有 不是同一個 不是同一個 哇 哇 精采耶你 我就連續遇到兩個喝酒的都這樣 然後他一開始是 完全不會喝酒 他說他不會喝酒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這個男生又不喝酒又不抽菸 感覺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很nice 對 然後我又看他 比如說會照顧喝醉的朋友啊 怎樣 就覺得這男生很不錯這樣 結果後來才發現說 他不是不會喝酒 他是因為他酒品太差 被他家人禁酒 後來因為他可能投資了一些 跟酒有關的事業 所以他又開始喝酒了 就他喝了酒的時候 完全大變身 對 又變 又喇雞啦 亂來 就是從一樓喇到二樓就算了 然後被我看到 我生氣他還跟我講說 為什麼不行 你是誰 你幹嘛管我這樣 他喝多了嗎 對 他喝多了 然後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我覺得像我初戀男友 他是被我發現偷吃 還會立刻下跪道歉 那我們就會心軟 他沒有喔 嘴很硬喔 硬到你那個拳頭直接硬起來 我這人生第一次打男生八種 就給他 然後他就推我 他就直接把我從樓梯上推下來 然後要打我這樣 然後大家這樣攔他 然後還說 你不要阻止我 我揍他什麼的這樣 他的故事 你有沒有另外搞一季 對啊 那個 等會兒你給我錄單卡嗎 對不對 等會兒錄單卡 然後他就是就講這個 他講完 他沒講完啦 然後後來他就突然 我講壞起來了 你沒耐心了是不是 隔天酒醒了之後 又沒事了 不是 因為隔天我們是 我是睡覺起來之後 發現我的那個 門把這樣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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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怎麼了 有人在看妳的門 我看門方看到他坐在地上 然後 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說開門 開門這樣 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傳訊息給他 我說你不要這樣子 我說你這樣我很害怕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說你先下樓 你去那個交儀廳的地方 我們好好講 我就cue了我朋友來救我 我就cue我的女生朋友來 然後 他一上樓之後 我那男朋友就訊息說 他說你為什麼要叫你朋友來 你不是要跟我好好聊嗎 我們不能兩個人聊嗎 什麼之類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不行 我不要跟你單獨 然後我就說 我們要去外面聊 我說我不要讓警衛知道這樣 所以我們就坐這計程車 我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這樣 然後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那他把我帶到一個安全地方 因為那邊有便利商店什麼 他就讓我在那邊 因為他要去工作 他就先走了 然後他就 我們兩個人 我就看到他 我在便利商店 那個透明的玻璃 然後他在外面 他就說你出來 你出來什麼的 怎樣怎樣 那我都不要 結果後來他當天晚上 他就傳說 他要那樣 割啊什麼的照片 然後還跟他朋友講 然後他朋友還說 拜託你 你跟他 就是好好講啊 怎樣怎樣 反正就是扯了一堆 就是一堆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 我就好好安撫他 然後決定不該聯絡 我請他家人處理 是我把我老公追回來 但是主要先聯絡我的是他 因為他那時候 跟他朋友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需要跟藝人有一些合作 所以他那時候就聯絡我 然後就發現說 以前可能比較不 我們比較會爭吵的地方 或者是比較不成熟的地方 我們因為過了七年 大家都有所成長 然後就慢慢慢慢 我就覺得 這個男生我不能再放掉他了 所以我就把我老公追回來 如果硬要講 他是唯一沒有傷害我的男朋友 真的 我們那時候分開是因為 我當初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不能公開的 那我覺得巨蟹座的男生 其實是偏比較沒有安全感的 對 對 然後我們可能那時候 你也知道 我們就是走路走一走 可能看到別人就要趕快放掉 或是什麼 那如果說他要送我來上班 還要可能 不能送到電視台門口 要在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再自己走過來 那如果說朋友約吃飯 那可能喝點小酒 他也不能來 那他就會擔心 會緊張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因為這種事情吵架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我們中間有經歷我妹妹離開 我那時候身心靈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種事情而分開 雖然我們分手7年 可是家裡很多我的影子 比如說有一次我在打掃 我就看到地上有一張機票 我就撿起來 結果打開 2015年 是他跟我去日本的機票 那一次是我們兩個人第一次一起出國 所以他就把這個機票就留著 那你就會覺得 哇 很暖 這麼念舊 好愛妳 妳要想到他這幾年活得多思念 對啊 我覺得好痛苦喔 辛苦喔 對 可是因為我老公是真的是一個比較念舊的人 然後我們後來 我們其實我真的會感動 是我們那時候和好的一個sign 就是 反正有一天我們就在聊天 我就問他說 欸 因為我們那時候分手的時候有一起 分手 快要分手的時候有一起合養了一隻貓 我就說啾啾現在幾歲 他就跟我很精準的講一個 六歲幾個月 我現在已經有點忘記了 我就想說 嗯 妳怎麼記那麼清楚 對 結果他就結了一張我們當時玩的一個 因為我們不是不能公開 我們玩了一個情侶的城市 然後那個城市就是 妳要每天去 交花 然後他就會長那個 對 然後如果 因為像我永遠都是停留在兩天 因為我每次第二天我就忘記了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截圖給我的是 3088天 他還在交花 對 然後重點是那個城市 我分手的時候我就退出了 所以帳號密碼我都忘記了 好忙 天啊 他到現在都還在用 妳不嫁他 嫁誰啊 對 是不是 巨蟹座的人就是 妳愛多少年 他就要花多少年去忘記 對啊 是不是 我們那時候交往三年 他花了三年的時間 真的 去忘記 所以他交了三年的花 後面就變成習慣了 而且重點是我們那 妳們再不會再 這是回多少了嗎 不會 還要再回到哪 車子已經停好了 妳要連任到手的程度 妳要回頭不一定 妳已經回到原點了